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爱护自己的员工 而对自己的员工出现了所谓的偏袒 或者说是溺爱 甚至不会去在意他所作所为 而让这个员工到最后 做出了不可挽回弥补的错误的行为 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当时 不管是纠正或者引导这个员工 或者下属的一些行为 所以你员工犯错 你身为主管 你对于你的员工你的下属 你就有责任 也就是我常说的社会责任 成为他在这个社会的引导者 当然他做错了 他走了不正确的路 你就是要把他拉回来 不仅仅是身为企业主 或者是部门主管 身为同事的你也必须要有如此的想法跟作为 在企业里面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心怀的正向 所谓的小善事大恶 这其实在很多的企业都会发生 甚至在家庭 父母亲溺爱自己的小孩 不会给予正确的引导 甚至刚刚说的 如同在企业里面 老板要给行为做错的员工 要给予训斥纠正 在家里很多的父母亲长辈 就是这样 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叫做溺爱 小孩子从小 你不让他真正的接受正确的方式 那长大了 可能就会做出 让自己父母亲觉得痛心的事情出来 也有可能危害了这个社会 这就是我们身为长辈的责任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必须要有一把尺 就是所谓的作为人和会正确 让每一个人都自动自发的去判断 唯有自律才能真正的 让自己可以产生的绝大的帮助 也对自己的组织跟企业带来了正向的支持跟收获 我是Jose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 webTV